Good morning, Jee-duhs! 大家好,在今晚,大家也知道 主持人的早期,讓我們一起收看 四篇第十八十九篇九十八十 你的命令最尊重我的心來 讓我受得有負責 上帝外用不少的方式出現 都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有時候用命令的方式出現 是經濟的,我們一定要照這樣做 讓我們可以積極去走 譬如說,就要聽說聲 因為現今的時代 就要好見北部 讓你立刻在世間抵襲 就要聽上帝、聽人、學識 必促三天,不可以太人 所以我們看到 在聖經中,有這些是 上帝用命令句,要我們去追 讓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在運動裡面 可以成為一個不服氣的人 你現在上帝命令 不是高調的口號 那是可以真正去尊重的 聖經裡面提前 我們說,要讓我們比收得更有負責 收得我們四個都可以看到 但是,但如果輸輸我和上帝的 我們才可以贏過 收得不一定就是你死我 我那種收得 有可能是我們 有可能是我們的日路 有可能是我們的親友 現在有時候 有時候,要將我們帶離開 上帝的人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必須要外庫住來騎乘 的人不一定是那個看得到的 有時候是那個看不得到的 最大的人就是自己 因為我們內心的中間 上上的政策 在那個政策中間 到底要尊敦上帝 還是要遠離到上帝 所以,這段聖經提前我們說 只要從上帝命令 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現在現在我們就可以贏過 收得 所以,我們困求主 在你我人生的中間 通過每一個組織的組織 他的威各一邊提升了 他的靈更新了 讓我們帶著對上帝的地位 來過每一個生活 做回來的基督 天明來到你的面前 困求你讓我們有地位 可以來過人生 主要我們願你自己的為意 真正在我們隨時的訪斬 提前來我們 他們帶我們正面的路 感謝你 向耶穌基督生命的基督 阿明 今天在今晚 我尊敬師文書給你 到你的日子